在我国有一个地方 一年里气温高于35度的时间 在100天以上 夏天的极端高温高达50度 地表温度多在70度以上 甚至创下过82.3度的记录 而且全年几乎不下雨 平均年降雨量只有16毫米 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 这个地方想必一定是荒凉无比 人计罕字吧 第一感是这样的朋友 请在弹幕打个1 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里就是新疆的土土藩盆地 虽然极度干旱 人送外号火粥 却是瓜果飘香 孕育了一片片绿洲 生命的源泉从何而来呢 这一切都于古代的超级水利工程 坎尔井必不可分 坎尔井并不是真正的水井 它的真实身份是人工开导的地下暗河 可以把地下水引到地面上来 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 其主要分布于新疆 一共约有1800条 其中有1200多条都位于土鲁湾盆地 总长度高达5000公里 规模非常庞大 因此坎尔井与万里长城 金行大运河 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也被称为地下长城 土鲁湾盆地北高南低 四面环山 气候干燥无比 每到夏季呢 炎热的天气就可以融化天山上的冰雪 源源不断的流向盆地 但不幸的是 当水流流出山口以后 大量的水就很快渗入戈壁 成为地下水 长久急剧 戈壁下面的地下水就不断的增多 因此虽然土鲁湾的地面水流很少 但地下水的储量非常的大 如何将这些水用于灌溉呢 2000年前的新疆人民 就用勤劳和智慧研发出了这一款 古代超级水力工程 坎尔井 大概介绍一下坎尔井的结构 坎尔井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宿井 岸渠 明渠和牢瓣 从需要用水的村庄 立向往高处挖岸渠 类似于地道站使用的地道 为了方便施工呢 每隔20到50米 还需要向下挖一个竖井 为挖掘岸渠运输离土 通风供养 当岸渠不断接近三体时呢 就可以连通地下水暗流 形成一个饮水通道 大量渗入戈壁的冰雪浓水呢 就通过这样的通道流向用水的村庄 到达村庄以后 再通过明渠接入蓄水的牢瓣 供灌溉和生活使用 看到这里啊 很多朋友就会浪漫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还不如现在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复杂 没错 坎尔井就是一种 简单易行的取水方式 也正是如此才体现了 劳动人民的智慧 坎尔井最长的岸渠 长达25公里 竖井深达100米 在成百上千年以前 可没有什么先进的挖掘机械 都是依靠铁锣头 箩筐等原始工具 挖掘难度也是不小 就拿如何挖掘岸渠 直线连接两个竖井来说 劳动人民想到的办法是 在暗渠的中央放一盏油灯 人背对着油灯 对着自己的影子往前挖 学过小学物理都知道 借助光线的直线传播原理 就可以挖出笔直的暗渠了 同时可以利用油灯 判断地下氧气含量 其实啊 挖掘坎尔井 还用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办法 都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爱思考的小伙伴该问了 在地下挖暗渠 难道不会塌方吗 大自然那是相当的照顾了 吐鲁番的土壤属于盖制粘土 强度很高 十分坚固 很适合挖掘地下洞穴 在土壤松软的地方呢 可以用木头等材料 进行特殊加固 即使个别地方出现塌方 通过密集的树井 也能快速解修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直接在需要灌溉的地方 打水井呢 和直接打水井灌溉相比呢 坎尔井可以利用地下水 进行滞溉灌溉 在没有抽水机械的古代 避免了人工抽取地下水的复杂过程 在吐鲁番这样极度干旱的地方 坎尔井采用的暗渠形式呢 还可以避免沙尘掩埋 也大大降低了水流在输入过程中 渗漏蒸发带来的损失 以最大程度保存水量 其灌溉面积成高达 吐鲁番总灌溉面积的70% 一旦有了水 吐鲁番的极端气候变成了这里的优势 高时长的日照 郁郁了一个瓜果之香 吐鲁番的葡萄也因此享誉全球 时至今日呢 不少坎尔井仍然在灌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下面我要说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如今的坎尔井正在慢慢地离开我们 1957年 吐鲁番油水坎尔井的数量为1237条 2010年减少至103条 减少了90%多 大量坎尔井干涸甚至消失 平均每20天就要消失一条 如果继续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呢 在将来的不到20年时间内 坎尔井将全部干涸 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主要就是人口的扩张和耕地面积的增加 加大了对水资源的需求 大量利用现代基井开采地下水资源 造成地下水位下降 比较浅的坎尔井也就没有了水源 其次就是水源的补给下降 大量修建了水库和防胜渠 截获了上游本应下渗的水量 没有水量的补充 坎尔井自然也就干涸了 坎尔井的大量消失 正在不断地影响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 因此保护坎尔井的呼声也越发的强烈 2006年 坎尔井成为第六批全国重点盟物保护单位 如果有机会去到吐鲁番 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参观一下 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保护 这种古老的灌溉手段 还有没有必要保留呢 留给大家思考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我 我是工程师 徐小刀